回来 热解骑士骑车狂追 因为撞飞女骑士的车上 跳下来两男一女汽车老袍 骑士再往前对着气喘虚蛚的 白色双印男子大喊快回去 还警告他全程都有录影 你装到了快点回去 骑士你的问题更大 你一样你是肇事者 白色双印男子说弟弟留在现场 以赴车祸事不关奇的样子 看看当时车祸影像 监视器排下凌晨一点多 银色轿车行进中西区 民生路汉中华西路路口闯红灯 瞬间将执行了这部机车撞飞 女骑士当场喷飞 跑掉了 跑掉了 在那里 灰烈 灰烈得滚了 女骑士身上多数骨折 头颅变形 送一抢救伤众不治 而赵氏银色轿车 则是卡在工地铁丝网上 警方根据车牌找到租赁公司 下午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 传唤导案 你们知道说车上有毒品吗 不知道 你们当时为什么要造潮 两名乘客以证人身份接受征讯 赵氏驾驶也迅速入网 根据调查 驾驶是一名卢姓男子 有贩毒千科 赵氏车上也搜出数十克的毒品 是否因为藏毒才立刻落跑 或是还有其他原因 等待警方证讯完毕 厘清整个肇事原因 记得来关注王书宏 台南报道